字幕視頻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怪獸 我是Pubcam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S Plus新出的30公分系列 1993戈吉拉 在外盒這邊有一個EX 這個就是代表掃線版 OK 我們開始開箱 好 這一次的彩合非常的精美喔 它是使用黃色的底 有這個掃線的貼紙 接下來我們就將所有的本體取出 這一次它的本體我們已經全部把它拆出來了 它的兩截是尾巴然後包含了它的本體 那我們就開始來做組裝 要特別小心的是就這一次在烘烤的時候 不要烘烤到它的背脊 因為有可能這個背脊會脫落 那一樣我們是把它吹到軟 那因為這一次它有附加了一個金粉 所以手在拿的時候跟用熱風槍的話要小心一點 這要防止它的金粉就是脫落 好 OK 我們目前已經組裝完成 我的雙手都是金粉 這一次我覺得有一點點小缺憾 但是沒有到非常多大概1 2 3 4 4顆 大概4顆金粉 然後我們數一下桌上 1 2 3 4 4顆 所以其實掉金粉率是有的 但是不是非常的誇張 很多網友有回報給大叔說 這支1993的金粉歌就掃現版的 它只有灑上金粉 錯 不是這樣的 它身上還有一些金漆 舊大叔的目視的話 這些金漆有漸層性的 它是有深淺的漸層 它的外表並沒有特別的保護漆 所以導致它的金粉有可能會脫落 但是脫落率不太大 在這個金粉的作品上面的話 有一隻基多拉的千年龍王 它也是掃現版有帶金粉 它也是相同有這個問題 所以基本上 這一整支1993的話 唯一的缺憾可能就是 在金粉會掉的這個地方 但是整體而言大叔覺得 在整個造型上是有蠻符合 1993哥吉拉電影裡面的還原度 那接下來我們就將所有1993的主要角色 全部都搬上來 跟大家做一個故事的簡單介紹 所有的角色我們目前都擺上來了 這可以說是S Plus 它把30公分系列 1993哥吉拉系列的角色 都把它全部做完 就插這一隻哥吉拉 但是如果現在要後追這一隻拉盾 可能會比較困難 呃...數量會比較少一點 那這一隻的話應該還有機會收得到 大叔比較建議的還是收這個 夜間戰鬥版 因為它的整體的漆的感覺 寫實度比較夠 但是它的上一款的話 身上的陰影感比較沒有那麼厚實 所以大叔是比較建議收這隻發光版 那大叔大概就簡略的講一下 它的故事線 它的一開始是一個探險隊 發現在某個島上有一顆蛋 去進行考察 然後在尋找這一顆蛋的時候 受到了拉盾的突襲 戈吉拉再出來佔拉盾 到了後面之後 人類就是 趁著戈吉拉 與拉盾戰鬥的那個空檔 把蛋給偷走了 那顆蛋最終所孵化出來的 是一隻小戈吉拉 接下來的話 就是戈吉拉 踏上了尋找那顆蛋的 入圖 到了後面的時候 就是跟這一隻 機械戈吉拉做一個戰鬥 那這隻機械戈吉拉 它非常的強悍 大叔現在整體看起來 它也是還原電影的 因為電影的話 戈吉拉是比 機械戈吉拉矮的 比例上是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S Plus真的是 非常的用心在做這一系列的產品 如果你有收1993 有機會你也要將這兩隻收過來 它會變成一整個系列非常的好看 那為什麼它身上會有金粉呢 第一次機械戈吉拉在跟戈吉拉對打的時候 是算平手 那後來人類發現戈吉拉有兩顆心臟 一顆心臟呢 在正常的部位 一顆心臟在腰部 在最後一次的總攻擊的時候 機械戈吉拉就直接打穿兩個心臟 讓戈吉拉沒有辦法再繼續戰鬥 拉頓就附在戈吉拉身上 化為一團光 然後會有金粉的感覺 讓他的第二顆心臟恢復 然後才順利的擊敗機械戈吉拉 故事線大概是這樣 然後等到戈吉拉取回了他的小戈吉拉之後 故事就結束了 然後這一次啊 1993的掃線版的戈吉拉 在牙齒的表現方面 還有口腔是非常非常的寫實 尤其是他的眼睛炯炯有神 大叔覺得這應該是屬於貼紙 這應該不是手工化 那體態也是非常的美 所以我覺得1993這支戈吉拉不只是 S Plus第一次出 他甚至是真的有好好的在做這個產品 那唯一的缺憾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稍微會掉一點金粉 我們現在因為沒有 普版的1993所以無法做比對 但是大叔 預估普版跟掃線的差別 應該在身上的黃色漆漸層 與金粉上會有所差別 那我們實際上等到普版 我們有到手的時候 我們再來為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我們就一起進入細節展示階段 入細節炯火車 Otso, Otso, OK!最後大叔要告訴各位喔 就是假設你是沒有預購到這支1993哥吉拉的 大叔的建議的話 就是目前因為第一批剛到貨在這個禮拜 因為我們也是這個禮拜發片 沒有超過1萬塊錢的大叔認為說是可以購入的 那這支1993哥吉拉 大叔給他的評價是非常高的 身體的體態 還有頭部的刻畫 整體跟電影的還原度是非常的夠的 那大叔聊怪獸就為你們播放到這 我們下次見 掰 之後大叔會持續為你們開箱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開箱影片別忘了按一下喜歡 如果你想追蹤更多哥吉拉開箱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大叔 聊怪獸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影片見掰